這名男子帶著妻子和小孩 站在馬路中央的人行道上 大聲怒斥白色轎車駕駛 沒有理讓他們過馬路 男子氣到用手拍了一下轎車車身 火氣很大 他的妻子在旁邊好幾次出手 拉男子背包想要勸駕 但聽到駕駛刷報警 妻子也火大了 妻子一邊對著駕駛罵 一邊緊牽著年約四五歲的孩子 孩子看著媽媽生氣 又站在馬路上 孩子東張西望 模樣也很緊張 小孩子在旁邊就是 當然是不要情緒的話 就是理性對住 覺得要吵的話可以先到 就是移到比較旁邊的路邊 去做爭執這樣子 路過民眾疑似被影響交通 上前勸駕 轎車這才開走 影片中駕駛人明顯違反了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可處新台幣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之罰還 警方表示 轎車駕駛明顯違規 差點撞上這一家三口 而這家人不滿對方沒禮讓 在馬路中央牽著小孩吵架 是不良示範 不但影響交通 也容易造成車禍意外 華視新聞 雙彈湯君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